好,我们现在来讲路径跟随工具 好,这个工具就是这一个 好,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要做花瓶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它的横剖面 还有它的路径 好,所以这个在制作的时候 第一个,你的横剖面 一定要跟这个路径成垂直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老师先操作一次 好,操作的方法就是 我会在正式图这边 先画一个它的剖面 因为我们还不会 其他的画源工具 我们都是先用这个直线来做 好,有时候我们要 这个记住最好都是 这个横剖面 它的边缘应该是成垂直的 好,这个应该是成垂直 你不要画出来变成这样 像这样子写的 好,这样子画一圈 你这里会有破洞嘛 好,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一定中间要成垂直 好了之后 记住老师习惯都是从圆点开始画 因为圆点在画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抓出这个 像我这个有一个洞 有没有 因为我这个是在旁边做 如果我在中间做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来,再来画这个圆 好,所以你看我这个是在底下 如果你画的时候在这里贴在一起 有时候操作也会失误 好,所以你可以看我把中心这个剪掉 好,这操作方式有两种 我们先用第一种 要整个绕的 好,我们要先选路径 再点选一下这个路径跟水 去选这个横剖面 它就帮你绕一圈了 对吧 中间为什么还会有一个圆点 小圆点 好,这个就是 你注意看 我离这个中心走 是还有一点点距离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把 这个东西 往中心这边靠 好,当然你也可以超过中心 你看,如果我超过中心 会变成怎样 它就会变 那个圆 圆点就会不见 所以你可以依照这种属性 所以你注意看 我这个 距离这个圆心 远一点 它绕就变成这样子 好不好 它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 所以很剖面跟圆心的距离 也会形成不同的造型 快点去睡啊 快点去睡啊 好安静啊 什么 好 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就是这样操作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一样我又有一个横剖面 我画了一个路径 所以你注意看哦 这个时候颠倒过来 先选横剖面 再去选路径 要先选一下 或是拖拉 拉过来 有没有 它就会 你有时候只可能只要做到一半 有没有 所以这个我再操作一次哦 点一下它拉过来 这里为什么不能 这里也可以 你注意看 它就把你做成这样子 好 所以这里哦 你这个一样 横剖面跟这个的 位置 也有影响哦 如果我贴近一点 你就注意看 有没有 它就更贴近这个路径 所以有这两种操作方式哦 有没有